光头男突然将老阿姨推下公交车 紧接着又狠狠地踹了几脚 全车的人都对这一幕视若无睹 就连公交车司机也驾车扬长而去 那么刚才在这辆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请跟着我继续往下看 当时事发在湖南一扬的一辆公交车上 乘客们正在陆陆续续地上车 这是从后门上来的那位被踹的女乘客 那个67岁的阿姨 携带了几大袋货物上车 她将货物放好在过道上后 立刻主动地跑到前方来刷卡 不料就在她刷了卡返回时 公交车司机突然叫住了她 让她补交超重的行李费 师傅明确告诉女乘客 当地的公交车有相关规定 凡是乘客在坐公交车时 携带了超过规定的一定重量的物品 需要补买车票 司机曾多次要求女乘客补买车票 而女乘客却一直坚持不补票 于是司机与女乘客发生了争吵 之后司机和女乘客你来我往 唇枪舌战了大约五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 后面的那个光头男子一直在关注此事 等司机将车停靠在站点时 光头男突然站起身呵斥女乘客 紧接着粗暴地将女乘客的货物丢下车 也不管人家的货物是否会损坏 光头男一边扔货物一边骂骂咧咧 女乘客自知力量悬殊 只敢对骂不敢上手 光头男扔完东西不够解气 又将女乘客推下车踹了两脚 从光头男丢东西载到踹人 全车人都保持沉默 直到公交车驶出了一段距离 才有乘客出声提醒 刚才被赶下车的女乘客掉下了行李 这时光头男再次出现 拿起女乘客的行李又丢了下去 虽然那个阿姨不守规矩 不满行李票 但也轮不到光头男如此的暴力对待 殊不知 他的意识冲动已经涉嫌寻衅滋事了 对此 你怎么看呢